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 森野桥 翻译 韩婉婷 小熊出版发行 原始住在一个叫做大根古丁的奇妙小镇 许多爱猫人和猫都住在这里 而关于猫的传说和习俗 自然也是多到数不完 这是当然的 因为这里可是猫群守护神 混色猫老大的镇守之地 混色猫老大住在一场破破烂烂的大空屋里 时时刻刻守护着丁里的猫群 偶尔 真的只是偶尔哦 他也会寻找人类当作伙伴 原始就是他挑中的人选 这天原始走在上学的路上时 看见了一个男孩蹲在路边 眼睛直直盯着狭窄的防火象 那个男生是原始班上 一位叫做纯平的男同学 纯平 怎么了 那里有什么吗 嗯 你看 纯平用手指着狭窄的向道 顺着那条人类进不去的小巷子一看 有两颗小小的眼睛在发光 原始马上察觉 那应该是只猫 等看清楚了之后发现 那是一只浑身脏细细的白猫 身上的毛乱七八糟的 看起来好瘦哦 可是那双黄色的眼睛 闪着锐利的光芒 身为猫顾问 原始是没有印象见过这只猫的 他这么瘦 肚子却圆滚滚的 很可能是怀孕了 纯平小声地说 真的吗 原始再次仔细地观察 这只白猫的身形 确实是很瘦 肚子里 竟然可能有小宝宝 总觉得看了很不忍心 到了学校后 原始实在无法专心上课 坐立难安的他 十分担心白猫的安危 怀孕的母猫 应该要多吃一点 好好补充领养的 看他瘦成这样 真的很怕会影响小宝宝的健康 原始把午餐的面包藏进抽屉 打算留待放学后拿去喂猫 放学终生一响 原始火速地赶往防火象 抵达的时候 纯平也已经到了 不仅如此 他的手上也抓着午餐的面包 哈哈 原始啊笑了出来 原来他们两个的想法是一样的 白猫和早上一样 依旧待在巷子里 看起来整天都没有移动 色缩在巷子尾端 眼神凶狠地瞪着他们 即使原始 和纯平手拿面包 对猫咪喊 过来过来 白猫也是闻风不动 我觉得这只猫的戒心很强 只要我们在这里 它就不会吃了 我也这么想 那我先回家一趟 晚点我拿一些小鱼干之类的过来 嗯 我也回家拿点东西来 和纯平道别之后 原始直奔回家 拿出藏在壁橱里的三个猫罐头 这是之前买来 原本要送给混色猫老大的礼物 原始拿着猫罐头 返回防火象 纯平还没过来 白猫依旧蹲在老地方 不过 他们刚刚扔过去的面包不见了 看来白猫趁他们离开时 乖乖地把面包吃掉了 原始看了之后 非常的高兴 忍不住对白猫说 你好 你听得懂我说话吗 白猫讶异得睁大眼睛 看起来相当吃惊 你明明是人 为什么会说猫语 混色猫老大 只派我当钉里的猫顾问 正因为这样 我能够说猫话 晚上还会变身成猫哦 混色猫老大 没错 混色猫老大是猫群的守护神 就住在丁上的破屋里 你应该有听过他的名字吧 我知道他住在这个丁里 可是没有见过他 我就是听说 这里有猫群守护神镇守 才特地过来的 我以为这里的生活 会比较舒服 白猫稍微放宽心地 对原始说 哦 你怀孕了吧 巷子里那么潮湿又阴暗 丁里还有其他舒服的地方 可以住啊 对了 你要不要去混色猫老大 那里问问 只要拜托他 他一定会帮忙的 不要多管闲事了 白猫突然变脸 咬牙切齿地说 长久以来 我都是自己一只猫 单打独斗 无论是人类还是猫 全都是一群会背叛的家伙 所以我早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依靠他人过活 你不要再管我了 看来 这只猫在流浪到这里之前 一定遇到过很多伤心事 所以 才会这样封闭心灵 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好意吧 当天夜里 原始翻来覆去 怎么样都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那只白猫的事 有没有什么事我能做的呢 还是只能请教混色猫老大了 他爬出温暖的被窝 轻轻地打开窗户 成心地合掌许愿 我想变成猫 才一眨眼的功夫 原始就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只有着白毛和褐色毛的小猫 YES 原始轻盈地跳出窗户 朝破屋前进 抵达时 猫老大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想用一条看起来很美味的大鱼 这不是原始吗 怎么了 今天晚上我没有找你啊 混色猫老大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原始一无一时地 道出了认识白猫的过程 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借助您的力量 帮帮他 可以吗 原始以为说完之后 混色猫老大会立刻行动 因为他怎样都是猫群的守护神嘛 原始 很不凑巧 这不是现在我能办到的事 蛤 为什么 那只猫 并没有寻求我的帮助 既然没有寻求我的力量 我就不会插手帮忙 我是猫群的守护神 唯有当猫群需要我的时候 我才能使出力量 混色猫老大的语气冷冰冰的 原始觉得好伤心好失望哦 但他也没什么话能讲 只好乖乖回家了 回到房间后 原始不甘心地咬着牙 并且在心底发誓 好 既然混色猫老大见死不救 我就靠自己的力量帮他 隔天 原始开始每天勤奋地 往白猫住的防火象跑 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物 不止原始哦 纯平也一起帮忙 为了让白猫更有元气 两个人真的是相当盼命 多亏他们的努力 白猫终于吃胖一点了 尽管戒心还是很重 不过当他们送食物过去时 至少他会稍微移动 愿意从巷子底往前走一点 白猫虽然还是偏瘦 但肚子像吹气球一样 一天比一天更大了 远看小猫诞生的日子就要来临 原始和纯平都又兴奋又紧张 他们都没有看过刚出生的小猫 想想一定很可爱吧 好小看小猫哦 希望母猫能够顺利生产 才在心里这样祈祷 原始就从电视的气象报告中得知 明天有大雨特报 啊糟了 白猫住的地方几乎没有办法遮雨 更别提那是防火象的尾端墙角 要是淹水就惨了 当天夜里 原始早早就关灯装睡 等到爸妈都睡着了 他就迅速变身成猫 从窗户跳了出去 一到户外 他的胡须立刻变得沉重 空气中飘着一股潮湿青苔的味道 原始明确地感受到大雨将至 不妙我要快点赶过去 没想到不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原始冲到巷子口的时候 发现白猫捣握在巷子里 痛苦地喘着气 还发出了呻吟声 原始马上明白 小宝宝现在就要诞生了 他的脑袋一片空白 天啊 怎么办 谁可以帮帮我 拜托 原始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盼了命地转动他的脑袋刮思考 突然 他想起了巷子婆婆说过的一段话 哎呀 原始啊 你知道吗 那一位风铃店的大哥 虽然长得一张可怕的脸 但他可是一位不输我的爱猫人士哦 其实他养过猫的 只是他心爱的猫后来过世了 他太伤心 才决定从此不养猫的 原始灵光一闪 对对对 我可以找那个风铃店的大哥 风铃店的师傅 桂木大哥 他不止脸长得很可怕 还是一个脾气火爆的顽固老爹呢 在钉上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挺怕他的 不过 如果巷子婆婆说的没错 这位老爹肯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猫吃 也许他能帮忙 原始努力地叫醒白猫 你快醒醒 快振作起来 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天气预报 明天会下好雨 你的胡须应该有感应吧 可千万不能让刚出生的小猫淋到雨 打起精神来 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拜托你 快点站起来 似乎被原始的气势打动了 白猫挺着肚子 一副难受的样子 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原始依偎在白猫身边搀扶着他 好不容易走出巷子 可是一出巷口 白猫就痛得再也走不了了 拜托谁来都好 请来帮帮我 原始在心中大喊 这时一只很眼熟的猫 从原始眼前经过 温 温佐 路过的猫是一只黑白猫 它叫做温佐 温佐听见原始的声音 绕了回来 呃 这不是原始吗 哎呦 这个新来的猫 它到底怎么了哟 看起来情况很不妙呢 温佐 温佐 不好了 它要生小宝宝了 呃 呃 生小宝宝 原始用最快的速度 说明情形 并且告诉温佐 他想要去找 风铃店的桂木大哥求救 明白明白 既然如此 本大爷也来帮忙 说完 温佐从另外一侧 搀扶白猫的身体 多亏温佐的帮忙 白猫可以顺利地往前走了 三只猫 静静地穿梭在去黑的猫丁 只是白猫的力气越来越小 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原始身上 但原始不叫苦 只是默默地扛着它走 另一旁的温佐 也是 走了快三十分钟 三只猫成功地 没有被任何人看见 抵达了桂木大哥家门口 呃 原始啊 那不好意思哦 本大爷就陪你到这里了 我之前有不小心 进去风铃店 砸坏了几个风铃啦 真的是不小心的 反正桂木大哥应该是看到我就会不太高兴 呵呵呵呵 就这样了 本大爷先走一步 原始对着桂木大哥家门口 用力吸饱了气 接着喵喵的奋力大叫 不一会 玄关的灯亮起 门轻轻地开了 桂木大哥探出了它那一张 因为在三更半夜被吵醒 看起来更加恐怖的脸 好险 桂木大哥一看见原始变成的小猫 还有啊 痛得缩成一团的白猫 凶狠的眼神立刻就变得柔和了 小猫咪 怎么了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桂木大哥 救命救命 请救救这只猫 它要生小猫了 原始当然清楚自己现在是猫 嘴巴里说出来的话 在人类耳朵里听起来只是喵喵喵的乱叫 不过桂木大哥听懂了 它蹲下来 轻轻摸着白猫鼓胀胀的肚子 原来是这样 你啊 是妈妈呢 好乖好乖 桂木大哥一边哄着白猫 一边把他抱了起来 你是孩子的爸爸吗 啊 我 我不是 我不是 太荒唐了 原始觉得这个桂木大哥怎么会这样认错呢 嗯 不对不对 你还是一只幼猫 你啊 应该是来帮忙的吧 真乖 来吧 原始和白猫顺利进到了桂木大哥家 屋子里堆放了很多纸箱和各式各样的制作工具 就在原始东张希望时 桂木大哥迅速地找到了一个中型的空纸箱 在里面铺 接下来啊 接下来啊 你可是有重要的任务 要储备一点体力 白猫好像也听懂了 就乖巧地喝起牛奶 时间到了 白猫在桂木大哥和原始的鼓励下 闭上眼睛的小猫的小猫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不断发出了 咪咪咪咪的叫声 母猫轻柔地舔势小猫 把他们的身体舔干净之后 小猫马上就开始吸气妈妈的奶 那么小布隆东的身体 竟然是条小小的生命 这段经历 让原始打从心底的感动 后来桂木大哥决定收养白猫 和他生出来的三只小猫 白猫终于遇到了 愿意善待他的好主人 而原始和纯平 只要有空 就会跑到桂木大哥家帮忙 顺便看看白猫 这天 白猫小小声地对原始说 等孩子们再长大一点 可以请你带我去见 浑色猫老大吗 你想见浑色猫老大 嗯 我想亲自向他道谢 谢谢他派了你 和那个男孩来帮我 啊 我们才不是浑色猫老大命令 才来帮你的嘞 更何况 浑色猫老大这次啊 是完全见死不救 原始的心里还是有一点不高兴的 你觉得浑色猫老大 真的会丢下流浪到这里的猫 不管吗 金白猫这么一说 原始也不是很确定了 不过他转念一想 反正不管怎么样 带白猫去向浑色猫老大 他打声招呼 应该都是好事一桩 于是他答应白猫 之后会带他去破屋 拜见猫群守护神 小朋友 神奇猫定的故事好听吗 不过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的播出了 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将会为你再制作 什么样好听的故事呢 请一定要准时收听哦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亲亲亲亲亲亲我最爱的妈妈 弯弯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宝宝宝 我最爱的爸爸 有力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